直接又来了 吉兆寿司大家可能都吃过 我好奇去发美团发现 今天去的这家评论不是很好 在深圳有五家分店 关了一家 有的说上菜速度慢 有的说服务不好 还有的说广州开的挺好 在深圳就水土不服 说归说 但是具体是怎么样 还是让小多多带你们一起去看看吧 首先我们点了芒果三文鱼 这个口感搭配 是香多多很喜欢的一种 三文鱼挺新鲜的 照烧木鱼饼 它的照烧汁很香甜 木鱼饼的话 就有点像我们在超市里面买的那种 鱼米饼 这个虾寿司是香多多特意点的 独有的泰式做法 凉拌生烟虾寿司 既能吃出虾的鲜美 还能吃出酸辣甜的口感 这家的照烧青花鱼 没有我们上次在广州吃的那家 炭烧青花鱼怎么好吃 整体是湿润的 像我们在广州吃的那家是比较干脆 就有点像中国的鱼一样 但是这道菜还是挺香的 这一份是招牌米其林豪华寿司拼盘 但是香多多一点都不觉得好吃呀 有种烧糊了的感觉 这个是甜品南瓜芝士派 吃起来南瓜奶油味挺重的很香 但是不好的一点是它的饼干底 很软很软 一点都不脆 我们用的是满200 可以用9块9底100的一个券 所以呢为了凑数 我们就多点了这两份寿司 口味比较略质 所以呢总结起来 在这家建议大家去点类似泰式的生虾寿司 那是它们的一个特色 所以呢这次的总结是 店里面的服务还是算不错的 但是如果客人多的话 就会等的比较慢 寿司口味一般般 店里面呢每天都会有打折四折五折的 如果对寿司的口味不是那么精益求精的朋友 可以去这家尝试一下 我们去的这家是在车工庙的 吉兆寿司 感谢您的